今天是一个好天气 准备去买点盐去 国内据说都在囤盐 新西兰是一个反核的国家 也是一个限制石油开采 原油开采的一个国家 这次日本开始排放污水 好像在当地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我想去超市看看买点盐 有人说盐反正很便宜 囤个几十年也可以 这种最便宜的是 两公斤2.29多 一公斤1.20多 大概是每百克是 也就是2两 是从五毛的钱 这边又是一公斤2.29多 这是一平三百克 二百克的 这是七百克 两个 这是一公斤四大 再拍一段视频吧 一段景色给大家分享一下 聊一下 刚刚从超市里买完盐出来 感觉超市里就我一个人在那看 当然也有买调配品的 在那个柜台 它边上还有些调配品 我们可能还是想多了 在新西兰这地儿没人关注盐的时候 也许是海水离得还比较远 可能过一段时间才有人关注这些 我也看了一下当地的媒体 英文媒体报道的非常少 本身 新西兰国家就特小 新闻量也比较小 相关的报道都是来自于 美国的一些媒体 像Blue Burger 路特 当地 实际上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反对核污染 反对核能发开发的 当然似乎大家没什么反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点这儿吧 我想大家也不用想太多 因为这个东西 毕竟实际上多数中国人 离它的源头还比较远 最先受害的应该还是 离日本最近的 它自己本身 还有韩国呀 海外呀 菲律宾呀 大家真是觉得 担心的话 目前也少吃点海鲜 但是你也控制不住 大气温流 对吧 雨水的形成 这些东西 你也很难控制 我觉得新西兰实际上 说离得远吧 远 但是你要从洋流的 浑流角度来讲 它也不一特别 只能看最后西式的情况怎么样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